我有一個剛考上駕照的基督教朋友 堅持那天要在12點的活動11點55分 我們還在距離教會有半小時一向車神的地方 大家就越開越快 讓他很緊張 我說你慢一點 你慢一點 不要開這麼快 啊不行啦 我們快遲到了 沒關係 今天就算不去教會也沒關係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讓你見上帝 等一下 不要去相信12星座這種洋玩意兒 我們要相信什麼 12星床 12星床超準的 我跟你講 現場不能屬鼠 貌死那個鼠 有嗎 有嗎 屬鼠對不對 你如果跟鼠蛇的人交往 差6歲 一定會有姐弟戀的問題 準 我認識的大部分的教徒 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都是非常溫和良善的人 可是有一些比較激進的人 互加盟的 他們會這樣講 同性戀怎麼可以結婚 你知道同志的性行為 是不能夠繁衍後代的 如果讓他們結婚 他們性行為不能繁衍後代 世界就會滅亡 你告訴我 古今中外 有誰沒有透過性行為 就繁衍後代人一說 我就看這位天主教徒說 聖母瑪利亞 我有一個剛考上駕照的 基督教朋友 他考上駕照的第一個禮拜 他就對我說 好評 好評 這個禮拜你要不要來我們教會 我們有小組聚會 我說 好好好 那怎麼去 我載你 你才剛考上駕照 技術 經驗 應該都還不夠 你是個新手 你確定嗎 沒問題 沒問題 我是新手 我有新手運啊 各位 開車這件事情 你可以靠技術 可以靠經驗 最不應該靠 就是運氣 而且新手運這件事情呢 如果在開車的時候提 通常指的是 當車禍發生的時候 你會是活下來的那一人 我很緊張 但他很堅持 那天要載我 所以好 那天早上呢 我就上了他的車 他就開車載什麼 但他真的很緊張 他開車技術真的沒有很好 一直繞路 路況不熟 那些按鈕什麼 他也不太熟悉 所以就一直走錯路 哇 我們拖了一個多小時吧 我們12點的活動 11點55分 我們還在距離教會 有半小時一趟車程的地方 但他就越開越快 就很緊張 我說你慢一點 你慢一點 不要開這麼快 不行啦 我們快遲到了 沒關係 今天就算不去教會也沒關係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讓你見上帝 等一下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稱職的基督徒 因為當我們平安抵達教會的時候 我真的相信這世界上有事 信你是不是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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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永生 我撐破這30分鐘 我就是你的陽群了 老闆你還好嗎 我當天真的被嚇到差點受洗 你知道嗎 我後來沒受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好比 你如果加入我們教會 每個週末 我都載你來 但是我們一群朋友 那時候在餐廳 然後看到這個新聞 說 喔 許志安偷吃 大家就開始討論 什麼星座 最容易是渣男渣女 最容易偷吃 然後我覺得是獅子 我覺得是金牛 我覺得是天蠍 欸 基本上他們只是在講 前任是什麼星座 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 然後我就過去跟他們講說 欸 大太太 黃大師來了 我跟你們講 會偷吃 不會偷吃 跟星座比重的關係都沒有 會偷吃的人就是會偷吃 差別只是在於說 他有沒有被發現而已 就是有沒有被發現的問題 所以不要去探討什麼 什麼星座會不會偷吃 不要去探討這個東西 然後說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接下來半個小時 他們真的就再也沒有討論說 什麼星座比較容易會被偷吃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討論 什麼樣的星座 容易被發現偷吃 點不通 點不通 爛透了 呃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支持 我們本土文化一點 不要去相信 十二星座這種洋玩意兒 我們要相信什麼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超準的 我跟你講 現場我們能數數 貌死那個數 有嗎 有啊 數數對不對 你如果跟屬蛇的人交往 差六歲 一定會有姐弟戀的問題 準